车钥匙丢了怎么办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最怕一不小心将车钥匙弄丢 这样自己开不了车不说 车子还随时可能存在被人开走的危险 所以一定要及时想办法解决 车钥匙丢了 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重新配置一把新的钥匙 一般可以去4S店 或者去契配城进行配置 但是前者的价格会高一些 配置的时间也会更久 而后者相对便宜更省钱 如果是一键启动的车 基本上配置了钥匙之后 原来的钥匙就失效了 但是需要注意 这种情况下 机械钥匙还是能打开车门的 所以为了更加保险 最好是将全车的机械锁也全部换掉